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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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有什麼問題 現在最後的票數還沒有檢出來 但根據已經公佈票數 我相信田先生和我都當選 容小姐我還沒有很肯定 田先生和我都有8年 徒步立法會經驗 田先生都有4年 我想我們的工作都獲得得不同 還有自問我們過去都很貧力 都很努力 感謝市民的支持 很感謝選民給我們的支持 而至於容小姐她都有機會的 雖然她是個新人 但不要忘記 我們新聞黨公民力量 在新東都有十幾個區議員 有些地區 雖然我們有些區議員 上屆是輸了 但他們仍有相當好的地區 都很清楚 所以如果是容小姐贏 其實都是透過地區的支持 和容小姐的努力 剛才都說到 我們公民力量在地區 其實已經工作了24年 其實累積了很多市民的支持 我相信如果這次得票 主要是經過公民力量和新民黨 自己的支持度去獲得 都是市民自己的選擇 沒有關係 我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麼樣 您的評論 您您的評論 您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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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任何選擇能夠計算 但根據數字的發出 我覺得是更適合的 現在我們在我身邊請來自由黨主席鍾國斌 我們跟鍾國斌談談今天在點票中心的情況 鍾國斌有一份參選功能界別 是紡織及制衣介 現在功能界別點算點票的情況是怎樣 現在實際上未有一個功能組別的結果出現 因為現在大部份還是在點票 有些甚至乎是未開始點 我也不明白為何今次的混亂程度是這麼厲害 如果跟上屆的比較 例如我自己的界別 5點多鐘就開始點 8點多鐘就有結果 今次我的界別是8點多才開始點 到現在10點多還未點完 一般有4個回合要點的 我1點了3個回合 還有一個回合不知道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有 所以我真的覺得今年是混亂到不得了 是否你在點票那邊都觀察到 例如有些界別是完全沒有開始點票的 反而在一些很少票數的 例如航運界和漁龍界一張票都未來 那100多票我也不知道為何 100多票 即是你沒有可能是處理成這樣 你會怎樣跟進呢 向船館會還是政府反應呢 實際上上一屆的時候 我已經在這個政制事務委員會那裡提過 為何香港是一個這麼先進的城市 現在全世界科技這麼發達 為何還要用人手點票 今天有兩萬多個工作人員 坐在那裡等 大家看到很多人在那裡很累 趴在那裡睡覺 要這樣休息 我覺得在香港一個這麼先進的地方 是沒有可能出現這樣的事情 電子點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在用 也沒有一個認受性的困難在那裡 我不明白為何上一次在政治事務委員會 已經提出了政府是沒有反應的 只是說會檢討 會考慮 即是我覺得這件事 即是未來必定是要改善的 你估計最快何時會有結果 我真是不知道 現在將近11點 即是我的界別可能等多一個小時左右 但是其他你說完全可以 點了宣佈的話 即是我估不到多少 可能1點2點都未定 即是我覺得是很過份 我們可能要多點時間等一等 結果才出來 但我知道今屆自由黨在功能界別方面 四位議員都受到挑戰 另外呢 自由黨也都派出一位新人 去挑戰這個商界一的功能界別 這五個功能界別現在的選情是怎樣的 我們本身有那四席的情況是審慎樂觀的 至於另外商界一那個呢 現在看到那個開了的票 的票數都是很接近的 即是差點都是上落 是說幾十票而已 所以變成了當然未有結果 在這裏我又不能評論著 但是我相信我們四個現有的應該可以報得住 商界一的陳浩廉呢 有沒有機會可以挑戰巨人成功呢 林健鋒連任多屆 我算是不能成功的票數都不會相差太遠 可能都是講幾十票上落 即是我可能是叫高票落選 但是這個在陳浩廉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成績 因為是一個這麼年輕人 在商界的時間不是說很長 去挑戰一個現任 已經做了十二年 也有背後有很大的力量 支持的林健鋒 他如果是就算是 只不過是輸幾十票 我覺得這個是很好成績 會不會反映了自由黨 一向是這次選舉 都是有一個口號 就是反對梁清興連任 ABC 會不會代表商界都有這樣的聲音 但是我就評論不到 這個口號是真的有幫到還是不幫到 因為那個選舉是很多因素出現的 過往現有的議員的表現 大家是不是想求變 這些都是很大的因素 想問到一件事 鍾國斌 就是你們另外四個現任功能界別的議員 在上一屆其實三個都自動當選 只有你有挑戰者 這就是你們四個都有挑戰者 是不是代表你們的工作 還是可能是其他人對功能界別的選舉 其實都有意的 希望可以在那裡爭取一些席位 我們四個界別被挑戰 有兩個建制派 挑戰建制派 有兩個議席就是泛民挑戰我們建制派 這個情況都挺特別的 但是我們明白 不同的選民有不同的聲音意見 是一點都不奇怪的 我們覺得選舉 選出來的始終好過自動當選 所以我們仍不介意有任何的挑戰 選舉是一個很好的工程 可以讓我們自己看到 選民對我們的意見如何 也可以讓我們作為一個 過往四年任期完結之後 一個考試的成績表 簡單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想法的問題 在地方直選方面 原本上一屆就有田北進一席 但是這一屆很大機會 就可能是一席都沒有 接下來會怎樣部署呢 自由黨會不會繼續有地方工作 還是專注在功能界 當然地區直選是相對困難很多的 大家也看到 雖然很多結果都未公佈 但是有很多新的參選者 是有機會當選的 我也看到這些可能是大眾市民 希望有一些求變 令到傳統的 無論是建制泛民的做事方法要改變 至於我們未來怎樣部署呢 我們要稍後自己檢討了之後 再去看看未來是怎樣發展 好 看看自由黨 檢討完這次選舉之後 會有什麼方向 現在將時間交給 在點票中心第一位主持黃雅月 好 謝謝蘇敬恆 聽到你和鍾國斌 談到自由黨 他們反對梁振英連任 正在我想起 在今年6月 梁振英接受一間傳媒訪問的時候 就說在9月過後 才決定是否敬續連任 我們再和嘉賓主持李鴻賢談一下 那個報道我想你都記得 其實之後中英政策的調查 亦都和這個有關係 其實那時候大家記得 6月底的時候 接受傳媒訪問 他說最早9月才會決定 是否爭取連任 大家記得了 那時候6月頭 就是一份中央政策組的統籌 編制的2016立法會選舉的民意調查 當然那時候那份民意調查 就是跟大家說 就是一個機密的文件 大家其中一條問題 問了8條問題 其中一條問題就是 選候選人的時候 候選人對梁振英連任的取態 是否重要的考慮因素 我們亦都看到 其實那時候已經看到 紅色的部分 說的是挺重要的 綠色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兩個合起來其實是56.8% 你會見到接近57% 就是覺得梁振英是否連任 就是那個候選人 是否支持梁振英連任的取態 是很重要的 相反就是完全不重要 和不是多重要 就合起來佔39% 4.2%就是不太知道 所以大家會看到這件事情 就是是不是聯合變了一個的情況 就是梁振英連任 就會同一個立法會的結果掛勾 我們看看 第一點票中心這裡 相信很快就會公布 是九龍西地方選舉的結果 一條消息 我們會立即和大家看公佈的情況 我們繼續和李鴻聯談一下 先看回現在 我們看到已經公佈了 點了的票數那裡 有個現象的 就是建制又不見到它大勝 非建制又見不到它大敗 其實這個格局 對於梁振英 他考慮能否連任 或者是否能爭取連任 起到一個變化在哪裏 其實大家可以用一個聯想 或者一個合理猜測 就是看到會不會將 梁振英九月時候 決定不決定 決不決定連任 爭取連任 就和立法會的選舉掛勾 如果建制派大勝的話 可以反映市民對它的連任 比較支持的 但現在的情況就是一半一半 甚至乎會見到建制派 拿的票數也不是少了的 非建制也不是特別多了 但可以有一件事 可以跟大家講一講 就是本土或者叫做自決派 那個議席是大增的 所以會見到一件事 究竟會不會說 其實選民都是透過一個 叫做新換舊 或者年輕的 換年紀比較大的一個議員 那個取態去表達了 對梁振英的不滿 其實看回港獨這個議題 在選舉最初期 譬如要簽署確認書 到達可能有一些人質 他們的提名是說不合資格 到達可能即使在選舉期間 有一些獲資格的候選人 他們的港獨的言論 都有說可能會再被跟進 在選舉整個過程當中 講港獨這件事 好像是政府的反響很大 但是我們看回現在 如你剛才所說的 都見到有一些 是之前這個想法的候選人 很有機會入到立法會 這個對於政府來講 又帶來什麼衝擊 其實這件事我猜 他自己都未必是 始料逼及了 有少少 因為整個的過程 就是你看到一個 除了好像剛才所說的 就是比較年輕的 換年紀比較大的議員之外 大家會看到那個 就是本土派或者叫做自決派 那個議席是增加了比較多的 這件事就是會不會說 其實反而是告訴政府 一件事就是你越禁 或者越不想我們出現或者討論 我們反而就是越想表達一個聲音 如果你這樣的情況見到 其實就都幾尷尬的 整個政府那個情況 還有很多的叫做年輕的議員 進入了立法會的議席裏面 其實都對政府那個管治都幾難搞 其實會不會接下來 就是這些聲音進去議會 可能一些例如拉布 或者一些更激烈的抗爭手法 或者是行政立法關係 會不會更加緊張一點 這個其實都無可避免 因為雖然曾鈺成都已經說了 就是未必會令到議會運作不了 但是問題大家也都看到就是 例如採取激烈的手法 或者支持拉布的議員 其實那個數量是 比起相對溫和的泛民主派 或者之前講的 例如可能民主黨的 都比較多了 所以大家會看到 未來的幾年 究竟是不是真的 那麼容易達到議會的功能 這件事就比較成為疑問 李永遠 我們暫時談到這裏 因為我們可以看一看 現在在候選人和代理人區域那邊的情況 因為看到是九龍西選區 不少的候選人現在已經去到台前的位置 因為剛才剛剛有公佈 即將就會公佈九龍西的選舉結果 我們看看其實九龍西在今屆的立法會選舉裡面 他們的議席比上一屆多了一席 由2012年的五席 去到2016年的六席 這一區是有48萬的 超過48萬的登記選民 我們現在看到 其中一位是九龍西的候選人 就是民建聯的蔣麗雲 在早前的一些票數公佈的情況 他是大幅領先的 在現在我們看回現場 就是大家都在等待 第一個地方選區的結果公佈 這個選區就是九龍西 在九龍西裡面其實 那麼多位的現任議員 他們都有尋求連任的 包括蔣麗雲 黃毓民 人民力量的黃毓民 公民黨的毛孟靜 民主黨的黃碧雲 以及是梁美芬 是經民聯的梁美芬 不過他12年參選的時候 政黨就是西九新動力 而這次在九龍西 競爭都可以說是挺激烈的 因為合共有15張名單 去競逐這6個議席 在九龍西出選的 包括有社民聯的吳文婉 香港本土力量的何志光 公民黨的毛孟靜 英文聯的梁美芬 民協的譚國喬 維園聰峰 朱兆雄 普羅政治學院的黃毓民 民主黨的黃碧雲 還有是獨立的林依麗 民建聯的蔣麗雲 香港政研會的關申委 小麗民主教室的劉小麗 青年新政的劉慧晶 獨立候選人李詠漢 以及是新思維的迪志園 如果根據較早前公布的 一些選票的數目 黃毓民是有機會 在這次的選舉當中 落敗 不能夠成功連任的 其實如果我們看回 一些其他地方選區的 一些公佈的中期的點票結果 如果有機會落敗 不能夠成功連任的 除了黃毓民之外 還包括工黨的李卓人 和何秀蘭 另外在新東出選的 新聞主同盟范國威 也承認選舉失敗 而由馬上區議會轉戰 到新界西出選的民血馮檢基 也相信自己會落敗 有不少現任議員 都很大機會落敗 但同樣地也有不少新人 相信可以成功進入議會 好像是有在新界東出選 民主黨的梁卓平 在香港島出選 香港眾志的羅冠聰 另外就是在新界西出選 青年新政的梁俊恆 以及同樣地是青年新政 但是就在九龍西出選的尤惠晶 現在在公眾人士區域那裡 就見到一班的公眾人士 他們情緒很高漲的 氣氛是很熱烈的 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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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們今天一直到 點票站這裡的觀察 其實在公眾人士區域 或者很早就已經創下了 而另一方面 其實我們也見到 是有幾十名的警員 是支持在現場這裏戒備 他們當時都是拿著盾牌 我們另一位同事 彭德章現在亦都在點票站這裏 彭德章交給你講一下你的情況 好 距離那個結果 就來公佈的時間越來越近 其實現場的氣氛都是非常之熱烈的 每當 現在見到大家拍手的 就是一班熱血公民的支持者 他們的候選人鄭松泰 是新加西的候選人鄭松泰曾經來到的 在較早前更加是跟他們說的一番話 激勵他們 依照目前的結果 鄭松泰都可以說是可以拿到 進入立法會的入場勸的 所以現場的支持者都是非常之情緒的高漲 可以見到他現在剛剛在會場這裏都是出現的 相信接下來會繼續跟他們的支持者說說話 謝謝大家 給我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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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有一次 你是要保持人的 我也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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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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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